台北市增加兩例 中一個是加護感染 而且是因為接觸確診者已經被居家隔離 在接觸隔離之前就已經被發現是陽性被攔截下來 那另外一例目前感染源不明 不過這個還是蠻奇怪 因為他是導演機場的地勤工作人員 所以也不曉得是不是接觸到機場的一些外國人被感染到 不過因為這個感染源不明還在調查 為什麼說我們今年 對於那個社會底層的人 他的殺傷力比去年還大 因為看統計數字就知道 去年那個捷運的運量還可以維持在190萬 到你看6月只有43萬 7月62萬 到8月你知道我們到現在為止 我們的捷運運量你知道 還沒達到4月時候的一半 我們捷運估計今年大概要虧50到80億 因為運量只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已 到現在為止還只有到二分之一 6月我們那個緊急救助金花了1.6億 所以將近4萬人申請 然後跟前面比你知道 增加的話165倍 當然是這樣啦 我們公家機關是可以決定我們公有場館的這種租金 我們大概八九十這三個月 營業用的這個租金降50% 住宅用的租金降20% 當然私人產業我們是沒辦法去干涉 我們也希望說這些房東你知道 也要考慮一下你的房客你知道 那個租金繳得出繳不出 昨天陳時中部長他講說3加11不是破口 他今天在記者會上也花了相當多的篇幅來解釋說 為什麼3加11不是破口 想問一下市長怎麼看陳時中部長的說法 之前你知道陳時中想說 人家在立法院問他3加11 他說他負責 我到昨天才知道說他為什麼說他負責 因為他看起來是不用負責的 這個病毒已經在 已經進入台灣社區了 那其實我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了 一直到今天你知道 其實在台北市每天還是有一到兩名不明感染源 那也已經死了800多人 所以老實講事情都已經發生了你知道 其實老百姓更想要知道說 下一步到底要怎麼辦 要怎麼處理 從14天變7加7再變5加9再變3加11 包括我今天在講那個帛琉的旅遊泡泡 那個專家會議記錄要不要拿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所以是這樣 犯過的錯誤你知道 不要再犯第二次 所以問他很多東西你知道 如果從來一遍你知道 基礎人員機場人員應該第一次就把疫苗打完了 而且就是有這比照醫院要打兩劑 很多東西都是事後你知道 都知道是當時怎麼 我們這種專家一看說奇怪 怎麼會留這麼多破火在那裡面 現在也不想再去跟他追究什麼 但是至少誠懇一點好不好 行政院長蘇貞昌市偷樓五倍捐是已經做好 而且堅持要讓民眾要掏一千塊換五千 是這樣啦 如果你要交一千塊那換五千元回來 那你乾脆給我四千塊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要振興 那問題是現在是振興的時間嗎 現在還在沒發作還在隔板還在 坦白講風景區人太多我還很怕 這個紓困振興轉型到底要做什麼 頭腦要清楚 所以是這樣啦 去年已經亂了一次 就今年一模一樣 去年已經發掉二十 我現在是發二十三億嘛 一定要印那個紙嗎 香港是什麼做的 就每個人都有電子身份證 有電子帳戶 那個enter就轉進去了 我們國家還要 把公務員搞的嗎 大家要不要發瘋 然後去發那個 我不知道這還在創起來